台东市元宵夜的绕镜活动上 有一名男子穿着刑警的背心穿梭其中险逛 结果遇到真的巡逻园警当场被试破遭到逮捕 而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刑法 冒用公务员服饰徽章或关闲 男子后续也被移送地检署侦办 绕镜活动热闹滚滚 但人群里却有一名穿着刑警背心的男子被警方揽下 男子坐在机车上被好几名园警包围 只能靠双脚缓缓向前滑行 但刑警怎么会被警方带走 民众停下脚步议论纷纷 没有给我的呢 好玩呢 比较好玩就是犯法 脱下背心身上只剩一件白色T恤 原来证明28岁朱姓男子根本没有园警身份 24号元宵节晚上9点多 他因为一时好玩 趁着台东市区有神明绕镜祈福活动 穿上绣有刑警字样警徽的背心 在绕镜队伍间穿梭闲晃 没想到遇上巡逻警察立刻试破他的假身份 朱男不具援警身份 竟公然穿着警用背心 逐身损害于公众对于警察执行职务公正性之信赖 将依法一起警方侦办 假扮警察损害警方执法形象 这下恐怕不是一句好玩就能被原谅 记者刘林响推动报道